我自己喜歡曬太陽 亮度跟太陽 可以直接照進來 對我來說很重要 它一樣是內動 這邊超難 缺點可能是陽光沒有那麼猛烈 來看第四天 沒錯這個陽光 就是我要的沒有錯 對啊超正希啊 喔 完全正希 今天是來拍帶看的實驚秀 那之前有拍過一集嘛 那只有一支影片 那今天呢 總共要帶看五間 那我跟買方講 今天是開車 那我們帶看其實啊 有分前中後 前呢就是我之前有電話溝通嘛 然後有訪談需求 那我做出一張表 然後後來我們就討論了半天 我篩選了大概二十幾間裡面 決定就五間來看 那帶看中呢就是 就開車的過程 我在車上裡面聊天嘛 然後訪談更確實的需求 那五間看完以後呢 我會約買方看到有沒有空啦 就是我們在附近的全家7-11 坐下來好好的 把今天看完的東西全部在整理 再聚焦一次 對就是帶看前中後 對大概就這樣子吧 嗯 買方來了 那我等一下問一下 他要不要入鏡 然後自我介紹一下 他也是有在經營自己的媒體這樣 好 那你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玻璃 我的工作是講師跟職業生涯的諮詢師 那我進行自己的Podcast節目叫 玻璃的斜槓錄 大家可以多多的關注喔 好QR哥放在這裡嘛 大家有需要的話 自己去掃QR哥來聽 沒錯 沒錯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看房子了 出發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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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第一間去看家冒中山會館 對 然後我們今天看五間啊 有四間是同業會來開門 嗯 我記得是這樣子啦 同業會來開門的意思是什麼啊 就是我跟他配件 合作的意思嗎 合作的意思 了解了 跟他吊件 欸我可以問嗎 這是常見的嗎 就是大家算是同心協力的概念嗎 很常見啊 像我去年成交了幾間 同業就來跟我吊件 然後成交這樣子 哦 對 其實這樣比較好耶 反正有錢大家賺啦 對啊 然後客戶也買到 買到想要的 所以你之前看房子的經驗啊 你覺得怎樣才是一個比較OK的房仲 應該說我們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就會覺得房仲很不可靠 嗯 到現在還是中間啦 刻板印象會有那種 就是自己還是要做足功課 嗯就例如說什麼 他說鄰居怎樣 這種我都不相信 對 什麼隔壁鄰居人很好啊 什麼樓上人很好 這個我大概都是聽一聽就好 因為你沒辦法確認他講這個資訊啦 對啊 其實你真的是把它當商訪會寫 因為屋主跟我們講的話 也都是盡量說靜好話 按很多東西我們自己要去調查 對對對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喜歡 會實際做出一些這個物件的缺點的方式 哦 缺點銷售法 所以你這樣子陸陸續續看房子大概多久了 12月吧 一兩個月 哦 為什麼想到要買房子了 就因為這幾年都算自己創業啊 到去年的時候覺得自己比較踏實 雖然是說稍微穩定這樣 所以你創業之前在做什麼呢 我公司一開始是 我跟我分明是做農業相關的一些推廣案子 或者是跟就是相關的公司配合 但我自己本身不喜歡做案子 就是做移方很討厭 哦 多管耶 一定有要求 對對對很多要求 然後我這幾年就慢慢去嘗試有沒有別的做法 然後就發現其實我蠻喜歡做講師啊 做諮詢的這一塊 所以你現在做的是職業規劃的講師 有蠻大一塊就是職業規劃 然後也會有 例如說時間管理啊 專案管理啊 這個算是我之前工作的時候 就累積了蠻多的相關的一些經驗 我動了 我動了 不信手啊 還可以 可以介紹 好 麻煩你 麻煩學長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動別是B洞 然後它就是一層是8個 然後有30電梯 我們剛剛搭上來的左右兩次的電梯的話 是可以直達一下子的 因為它中間這支電梯的話是到1個 OK 對 好 謝謝 謝謝 內斗比較安靜 對 對 因為全球平術的話是8.2 對 然後是 一兩方 一定 一定都會 讓他們一兩方 後陽台兩周 而且他有個浴缸 蠻跳高的耶 對 壓高的 而且看起來沒有什麼肉水壁 很美喔 對 管理費的話 這邊的腳會高的 它是連不會收集 嗯 平均一個大概一天 有什麼地方 對 OK 對 早上的時候太陽照的進來嗎 照不進來對不對 算是亮嗎 除非零是大概13樓以上 對 面中庭的你才有機會 眼光照進來 嗯 對 好 它有機車的車位嗎 有機車車位的話是住的 用住的 好 那就是看到時候 然後我們住的位置是在B1還是B2 就是看社區釋出的位置在哪裡 好 它是怎麼算 一個月是一百塊的 好 對 沒問題 好 差不多 看車位 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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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可惜的點是比較暗 比較暗喔 嗯 喔 採觀又好的啦 對 嗯 那有需要看這位嗎 我覺得不用 好 嗯 非常明確 對 這樣不要耽誤大家 我就不要做作了啦 嗯 這樣不用看這位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有跟我講 再麻煩你 好 謝謝 謝謝 嗯 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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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精神錯亂了 錯亂變 那有錯亂變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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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 我們第二間要看達力G3 對 剛才那間看起來感覺如何 我覺得它的格局不錯的 嗯 只是對我來說比較暗 太暗了 因為我自己喜歡曬太陽 然後我有羊貓 對 我的貓也喜歡曬太陽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亮度跟太陽可不可以直接照進來 對我來說很重要 喔 所以你要有視野的 要有陽光的 因為那一棟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採光的 所以視野跟陽光基本上是綁在一起的 對 視野好就會亮 對 喔 所以不是什麼做什麼要做北 什麼面東還面西 不是那個問題 不是那個問題 啊 所以它兩房這種就是怎麼講 總坪數 室內的坪數還蠻小 可是隔成兩房 嗯 所以這種物件算是一個常見的狀態 很常見 可是這樣其實室內還蠻緊的耶 對啊 如果你有去看過幸福發案子的話 有有有有 有有有我看過幸福發案子 號稱兩房嘛 其中一房 它好像擺雙燈房還放不進去啊 對 對啊 而且那一間還暗房 對啊 滿大的喔 欸 有車尾剛好 漂亮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間啊 達利居3 那最近有一個新聞就是房仲業 總共8600家比7000還多 我們原件房仲有5家 如果想要面試的話歡迎來找我QQQ在這裡 秀給大家看什麼叫8600家 有什麼概念 來 永逸 有潮市 信義一個大樓底下就3間了 永逸 按摩店 有潮市 信義房屋 信義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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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沒有忘記 我曾經帶過 好這就達利居3了 好 謝謝 好 多利這個案子跟你講一下 嗯 他本來開1398層叫1350 那同業就是 www的解約 測同業解約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看這房子 別人的死活就是我們的快樂你知道嗎 很難 要瞧 走吧 嗯 好 來到第二間達利居32樓入台戶開1398 好嗎 解鎖 One touch 哇 好美 難怪你說很漂亮 等一下 對 動了 可是他一樣是內動耶 對發現了 會稍微塞得到 稍微塞得到 稍微 露台不在全裝內 嗯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坪數30.96嘛 假設這個露台啊 嗯 這邊我目測大概兩坪啦 是沒有含在裡面的 在這裡喝咖啡很快樂 沒錯 確實是 啊 人生 這一間真的是很漂亮老實說 慢慢看啊不趕時間 嗯 慢慢看 要體會一下 對看房子就是這種體會 對 這一間是要體會一下 還可以看到對面的格局 那一個房子它是內動還是外動 所以要看格局才知道 通常不會寫在這種上面對不對 欸像今天帶看啊我就知道說 你大概的點是什麼 所以我下一次我會把全裝格局圖出來 然後跟你說欸就是這一間 然後它是超外的 這一 其實如果早上的話 應該會更亮一點 會 嗯 我看一下這邊坐像喔 這邊超難 喔OK 欸 這一間的缺點呢 就是你有沒有聽到 一直在 拍拍拍拍拍拍 這份人家就能離開結束 新的衝上去就是這樣子 這還可以啊因為就白天 對 嗯 喔這個亮度其實對我來說是還可以的 喔所以內動然後有採光也可以就對了 這樣對我來說還可以 可是就要看價格 嗯 就怕死我的那個底線了啦 應該這樣說 對啊對啊 你看像這裡是照的進來的啊 對啊 那其實兩房的房子盡量找得超高一點 沒錯 就是比較多用的 沒錯 剛剛那個稍微一點點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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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可以塞衣服 隔壁 那玻璃你這樣看起來 這房子有什麼缺點 缺點 可能是 就是陽光沒有那麼猛烈吧 猛烈 對我想猛烈的陽光 對 其他我覺得很 真的還滿不錯的 喔但有一個東西 哪個 借我勾一下喔 喔 我知道有一個問題 但那不是大家的問題 有問題 就是 這個陽台很難做貓房 就是我會需要做隱形鐵窗 喔對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大問題 欸我想問 我有看過有人說什麼 露台不很容易被放過的丟東西 這個露台我覺得還好耶 對 因為我以前賣過然後超大露台 嗯 然後就什麼話都會丟下來 對啊 嗯 看起來感覺如何 就是我剛剛我們看第一間 它的室內主間屋是14坪左右 啊這一間也是差不多14坪 可是感覺這一間的空間感大很多 這是為什麼啊 格局問題啊 因為我們這一間的客廳其實比較小 然後它是那邊餐桌有移出來 然後它的房間每間都有 而且它的廚房是自己獨立一個空間 我的感覺是兩邊差不多了 其實有裝潢會讓你覺得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種東西真的很看個人的感受 嘿這樣看 所以為什麼房子你不要讓網路上看看就決定 一定要來現場 好我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那我們看車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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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好車位 OK 這車位是好的 要怎麼看 怎麼看啊來 首先呢 假設到這邊是停的話 會相對難停啊 但是還是可以停 我懂了 但是它特別這邊有多 是不是有凹 就很好停 細節就在這裡 而且它兩個而已 好 專業解說完畢 歡迎找我買賣房子 好不好 好 你睡覺機我快餓死 走啊 好 謝謝 那剛才這一間 我們現在在走公社嘛 那這一間感覺呢 有缺點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整個質感超棒的啊 雙紅也很有品味 然後它的格局 我覺得讓空間的放大感還滿夠的 所以雖然平數可能沒有很大 但是不會覺得很壓迫 對 然後車位也算OK嘛 對對 車位的部分也OK 然後整個社區的環境很好 很滿開闊的 缺點就是還是陽光不夠猛烈 這是我個人需求 就是很想要大陽光這樣 照得進來但是沒有那麼多這樣 好 然後對我來說 我如果買露台 我好像很難做那個貓的防護 對 對那個東西是個大問題 但是這是我個人需求的部分啦 物件本身我覺得很讚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三間 謝謝 好 那我們下一間微笑雲品 第三間 第三間 微笑雲品 一板品車開1188 現在進去看 我們最近講話 公視的團體是在一門的左右兩車 對 它就是它是騙車房子 好 我看一下 有重訓的喔 對啊 這 我唯一會看的 公視就是騙車房 其他我都還好 平常有在重訓是 就是要運動啊 在家工作就是很容易 就是廢掉 對 看起來要有什麼狀況 喔 好 然後上面這邊的話就是有 謝謝 好 OK 我們是內動還是外動的 我們這個是超內的 超內的 好 好 他目前因為有那個住戶在轉 所以他讓我做保護的 好 我理解 謝謝 我們大概在抽手 好 好 好 一包一天 對 我們這邊是義大利潮的鮮池 嗯 我看一下 那裡面的鮮池就是那個 馬來鮮池而已 確實 通風是真的挺好的 對而且 我們看一下它的櫃子的設計 嗯 雖然我們這邊有把它架高 可是我們本身的櫃體 它甚至是有保護的 理解 不足它當初的時候 它是做得很足 甚至所有這個櫃體下面 它也都是有做 喔 OK 對 我覺得就是可惜在 陽光的部分 陽光的部分喔 對 我很在意陽光 陽光要可惜 我們是超南還是超東啊 超東 OK 喝味噬 鼻子評稱 好麻煩 然後我覺得本身身度的話是60 然後寬度是20mm 然後寬度是20mm 大概OK的話我們就去看一下 幾次會 它這個電動門都是最近當換的 它已經都是手拉的 喔 OK 好 準備看第一次見 我們雲餅看完耶 新店 那有什麼感覺嗎 有缺點 我覺得它算是最符合我的需求的一個 喔 對 就是 屏數跟前面幾個是差不多的嘛 但是它的開闊性我覺得也不錯 我不會覺得小 對 我反而比較喜歡這種 不要硬隔成兩房的格局 也就是那15坪一坪一坪我自己覺得是剛好的 對 然後 收納空間也還OK 然後它不會有太多的裝潢 我到現在感覺我沒有想要那麼多裝潢 因為我自己有我的工作桌啊 什麼的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其實還也 算是適合 少的可能還是那個陽光吧 喔 就擦在 擦在陽光其他都可以 對 那我大概知道 所以呢 剛才那個雲餅只擦在 視野問題 就陽光啦其實不是視野 對不是視野 它那個視野我可以 雖然它是低油層 但我可以 這個嗎 我要再看 這個 好 來看第四天 沒錯這個陽光 這個陽光 這是我要的 沒有錯 對 這就是我要的 所以我確實就是要潮溪 對 潮溪 我要潮溪 對啊 正溪啊 完全正溪 真的喔 正溪耶 對啊 完全正溪 對 這個真的就比較像套房 對啊 好可以啊 大家大概知道了 對啊 對 這間應該不用看車位了吧 對啊 不用想太多 而且主要旁邊 你比如說看旁邊一直有狗在叫 那個絕對也會吵啦 所以那這樣還要再看嗎 你說它還有隔壁是不是 還有另外一間耶 另外一間就不用看了 我覺得不用 好 預備 感謝你 那記住 什麼 狗不會咬人 才會咬人 好 好 我們現在去看下一間吧 哈哈 我被你笑死 左手邊嗎 好 好 最後一間不能拍 你就等一下再做個結尾吧 知道知道 好 我們等一下來做個結尾吧 找個地方訂點做結尾 我們十二點半 超久 開始看 看三小時半 好我們影片到最後啦 就是我們從十二點半開始看 看到現在四點嘛 三小時半 對 那目前看的五間 你有怎樣的心得嗎 就是真的房子這個東西 你沒有實際看 你不會有那個感覺 對 所以網路上是找不到房子 對啊 你從網路看資訊 跟你實際看的感覺差很多 對 然後包含說 整個社區的氛圍啊 或者它管理的狀況 你也是要看的才會知道 就是你要親身感受 才知道它管理到底好不好 對 然後看的時候可能也會更 了解自己的需求吧 因為畢竟我們都是 小資族 所以也不是說什麼 錢就隨便丟啊 所以到底需不需要那個規格啦 要不要往上買 那個都要仔細想清楚 沒錯 而且這樣也比較好跟房仲溝通啊 不然 一直找帶看 然後一直跑一直跑 其實也是很浪費大家時間 所以今天就搞清楚 你就是要太陽很大很大很大 對我太陽很大 對不對 然後四區的 先以這邊為主 對對對就滿清楚說 然後也不用太多裝潢 對對就滿簡單這樣就好了 好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謝波利 可以幫我錄這個帶看實驚秀嘛 而且是不用麻塞克臉 那個臉其實真的超痛 那下一次呢 我就是會再準備一些物件 然後有機會我們再來拍第二集 好耶 好就是一樣再來繼續實驚秀 Yeah 繼續加油喔 最後呢就是請波利介紹一下 你是誰 然後怎麼聯絡你這樣子 好啊我是波利 我的工作主要是講師跟職業生涯的諮詢師 那我就是陪伴我的來訪者 陪伴我的顧客去找到適合他們的工作 求職啊轉職 或者是透過講課去傳遞一些 跟生活跟提升工作效率有關的內容 那如果對我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聽我的podcast 還有看我的網站也有很多文章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放在下面這邊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好